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组织点 关于敏感性分析 什么叫做敏感性分析呢 比如说 利润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受单价 受单位可变成本 受固定成本 单位产品的税金比附加 消失量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利润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些因素哪些对利润影响比较大 哪些影响比较小 影响大的 我们后面来做一个重点关注 进行一个科学的管理和控制 影响小的我们放一面 那如何来排序哪些影响大 哪些影响小 做敏感性分析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何为敏感 因素发生较小幅度的变化 就能引起经济效果 评价直接发生教导的变化 这就是敏感 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 你们家的孩子呢 你也管 你爱人也管 假设你管的话呢 平时管得手 你爱人呢 女同志嘛 平时管得多一些 平时管得多一些 好了 那现在对你们家的孩子来说 犯了一个错 你爱人呢 怎么训他 哎 他都若无其事 那你回家 眼睛一瞪 哎呀 他吓得哇哇大哭 哎 请问 对于你们家孩子 你和你爱人这两个因素 哪个更敏感啊 他肯定对你这个因素更敏感了 所以你们在后期孩子培养过程当中 遇到重大问题 而你的出面啊 你稍微这个动作 啊 你们家孩子吓得瑟瑟发抖啊 哎 这就是敏感 敏感不敏感就这样来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敏感性分析它的内容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 分为这两种 我们主要还是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为啥 多因素太复杂 咱不管它 那什么叫做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呢 顾名思义 分析一个因素 假设各个不确定性因素之间 相互独立 哎 这个是这样错了 因素之间相互独立 好 每次只考察一个因素的变动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哎 这就是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它的步骤 第一步确定分析指标 确定分析指标 我们确定最终的一个对象 那你比如说 我们本来的分析当中 我们的分析指标往往就是利润 好 第二个 不确定性因素 那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 影响因素 什么单价 单位 可变成本 等等等等 第三个 每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的波动程度 及其对于分析指标 可能带来的增减变化情况 第四个 确定敏感性因素 最后呢 选择具体的方案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步 确定分析指标 好 对于不同的方案 我们的侧重点不一样 分析的指标也不一样 分析的对象指标也不一样 如果主要分析技术方案状态和参数变化 对于技术方案投资回收快慢 哪个指标衡量投资回收快慢 那一定是静态投资回收期 所以选用静态投资回收期作为分析指标 侧重点不一样 分析指标不一样 如果主要的分析 主要分析产品价格的波动 对技术方案超额净收益 超额净收益的影响 那请问同学们 我把这个地方挡起来 请问 超额净收益 用哪个指标来衡量 反映超额净收益 那么就是财务净现实吗 别忘记 别忘记 好 如果主要分析投资大小 对技术方案资金回收能力的影响 这可以选用财务内部收益力 好 要注意一下 在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分析指标 在这儿有一个提示 敏感性分析的指标 应当与确定性 经济效果评价的指标一样 比如说这个方案 我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 我们说 它的财务净现实FMPV 大于你 通过确定性的分析 项目可行 FMPV假设是100万 大于你项目可行 那接下来你进行 不确定性分析 进行敏感性分析 你所选择的分析指标 那就一定应该是财务净现实 好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在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当中 进行敏感性分析 首先应当确定分析指标 如果要分析产品价格波动 对投资方案超额净收益的影响 可以选择的分析指标是0 都说了 要分析的是超额净收益的影响 那财务净现实 就应该选它 正确答案 选B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选择要分析的不确定性因素 选择影响大 把握小的 当然 对我们一个特定的指标来讲 它受到的影响 可能有很多因素 就来财务净现实来讲 它受到的影响 那可能有 交付收入 可能也有成本 可能有特定时间点 现金流入 流出它的分布 像这些都影响它 在诸多因素当中 我们选哪些分析 因此选影响大 把握小的 第三个 分析每个不确定因素的波动程度 继续对分析指标 可能带来的增点变化 基于此 我们需要用特定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怎么表达 一个公式 一个表格 还有一个图 一公式 一表格 还有一个图 前面曾经谈到过 好了 那么 在这儿呢 我们首先 看一下这个公式 公式计算的是 敏感度系数 啥叫敏感度系数啊 比如说吧 就拿你们家来讲 你和你的爱人 现在 做同一个动作 然后什么动作呢 瞪你们家孩子一眼 你瞪你们家孩子一眼 哇哇大哭 你爱人 瞪你们家孩子一眼 呵呵直笑 你和你爱人 都做出同样的动作 做出同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 分析指标 你们家的孩子 作为分析指标 反应就大有不同 那基于此 我们现在 就要 按照下面的师傅 确定 变动幅度 计算分析指标 然后呢 你表示 来我们看一下 敏感度系数 敏感度系数 它是两个相对 变化比例之比 分子 是 分析指标变动力 分析指标变动力 分母 是影响因素变动力 影响因素变动力 好 假设啊 利润 等于收入 减成本费用 好 这个收入呢 又是单价 再次一个销量 在其他指标 不变的情况下 单价上升10% 我的利润上升了 30% 请问 能不能计算出 敏感度系数 可以 分析指标 是利润 30% 影响因素 是单价 10% 用变动力 之比 好 等于3 当然 成本呢 分为可变成本 和固定成本 假设固定成本 上升了10% 诶 请问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利润 增还是减 固定成本 上升10% 那利润一定是下降 假设利润 下降15% 那这样来 敏感度系数 负的15% 再除以10% 等于负的1.5 负号 不能丢 好 这是用公式来也表示 对于敏感度系数来说 计算出来 优正有负 我们注意如下的两点 第一点 如果为正 代表分析指标 和影响因素 同项变化 比如说单价 比如说销售量 单价上升 销售量上升 咱们利润也在上升了 那敏感度系数 算出来一定是正 那如果算出来为负 反向变化 比如说单位可变成本 比如说固定成本 它们上升 咱们利润一定是下降 第二个 敏感度系数 就算出来 哪些敏感 哪些不敏感 取敏感度 叙述的绝对值 一定是取绝对值 绝对值越大的 就越敏感 绝对值越小的 就越不敏感 这是这一个公式 当然 还有表 还有图 咱后面再说 先看看这道题 2019年的单写 关于敏感系数的说法 正确的是 选A 敏感系数可以用于对敏感因素敏感性程度的一个排序 当然可以 那怎么排 许个决定师从高到低这样排不就行了吗 选A 敏感度系数大于0 表明停价指标与不确定因素同向变化 选A 利用敏感度系数判别敏感因素的方法是绝对测定法 不是绝对 而是相对 为啥呀 同学们想啊 分子 分析指标的变动力 分子 影响因素的变动力 两者相比 那可不就是相对测量法吗 选A 敏感度系数绝对值越大 表明 评价指标对于不确定因素就越敏感 绝对值越大 越敏感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A 当然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敏感系数 没问题 有的时候呢 就叫做敏感度系数 都可以 都可以 同一个概念 好 这是 一个公式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一个表 这个表啊 好理解 你看 在这儿呢 我们是 对某某评价指标的影响 三个因素 投资额 产品价格 经营成本 好 三个指标都不变的情况下 假设吧 这个评价指标 那都是一圈 都不变 都不变 三个情况下 那肯定都一样 接下来 单一 数 敏感性分析 假设 投资额上涨 10% 这个指标 变为了800 产品价格上涨10% 这个指标 变为了 1500 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上涨10% 这个指标 变成了900 那我问你 三个指标 哪个最敏感呢 你看 都是上升10% 结果呢 对这个分析指标 投资的这个因素 它影响的是200 产品价格影响的是500 经营成本影响的是100 显然嘛 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大 最敏感的因素 其次投资了 其次 经营成本 会看这个图 会看这个表 不就行了吗 来 怎么单选 某投资方的境线是 NPV 这个地方呢 按照教材的说法 FNPV吧 FNPV 为200万 假定 不确定因素 分别变化10% 重新计算得到 该方案的 境线值 兼下表所示 这最敏感的因素是哪个 你看 甲乙丙丁 变化的幅度都一样 咱就要看一下 在这四个因素 变化幅度一样的情况下 咱的境线值 哪个变得更多呀 对于假来讲 原来境线值是200 假变了80 乙变了40 丙变了50 丙变了70 哪个变化最多 那不就是假吗 好 排序 应该是 甲 丁 丙 乙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选A 好 看看下面这道题 来 某建设项目 以财务境线值作为指标 来进行敏感性分析 有关数据如下所述 同样的思路 按照境线值确定 确定这个敏感因素 敏感性 由大到小的是 好 你可以选负了10%的变动力 咱也选 我也可以选正的10% 一般情况下 选正的10% 稍微好一些 符合人的常规思路 建设投资上升10% 我们这个财务境线值 它的变动幅度 大概是54万 大约54万 对于营业收入 上升10% 那它的变动幅度呢 大概 我大概掐字一算 这是8 这是3 3 再加上这个地方 大概是158万 好了 接下来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 大概一算 61减47 大概14 你一算出来 哪个最敏感 营业收入 A 其次的 建设投资 好 营业收入排币 这是2 2排第1 建设投资呢 1排第2 最后呢 经营成本排第3 正解答案 2 1 3 选B 好了 这是一个表 还有一个图 图来了 那么对这个图来讲呢 它是这样的 横走标 不确定因素变化的幅度 重走标 我们的分析指标 财务减限值 那在这个图当中 有三个因素 我们分析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 财务减限值在这 这是基本方案的财务减限值 好了 我们把三个具体影响因素 做变动 变动来算出不同情况下 财务减限值 最终连成这三条线 这个中间怎么画三条线 朋友们不用关心 不用关心它怎么画 但是 有了三条线 如何来判断 哪个因素敏感 哪个因素又不敏感呢 这朋友们要知道 好 那么 我们就要再说 看三条线 这一这条 这条 它的斜律 斜律怎么看 人家说 哎呀这个斜律 这个东西 早都还给 数学老师了 就是说 当时啊 数学课 就是体育老师来教的 那咱斜律就不管它了 好 第二个呢 咱可以这样看 看这三条线 和横轴的交定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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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记住 三条线 和横轴的交点 距离远点越近 就越敏感 所以 产品价格 就敏感 距离远点呢 哎 大概百分之五 其次呢 是投资额 大概百分之十 最后呢 是经营成本 大概百分之十 所以根据这个图 三个因素 从敏感到不敏感 它的排序 产品价格 投资额 和经营成本 方法掌握 可以了 看下面的结论 对于 明软性分析来讲 这是一种相对测定法 如果大于你 表明评价指标 与不确定因素 同向变化 反之 反样变化 刚才我们曾经说过 不再多说 放它过去 来 绝对是越大 说明越敏感 在刚才这个图当中 表现为邪力 都是前面说过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灵界底 什么叫做灵界底 允许不确定因素 向不利方向变化的局限时 可以用绝对数 或者相对数来表示 看下面这个图 这是评价指标 基本方案的指标是 就拿这个影响因素来说 影响因素变化 变化 变化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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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下降 是10% 那是不是 这个指标值 就从正 变为了0 来到了 0界底 再一下降 就不得了 再下降 方案就不可行 所以这个10% 这就是它的0界底 可以用这样种变化的 百分比来表示 当然你也可以用 决例值来表示 比如说 假设这个影响因素 是价格 现在呢 是300元 每件 在这个地方 你计算出来 如果是250元 每件的时候 就不赚 也不赔了 所以我的0界石 用绝对性能来表示 产品价格 50元 每件 最多 只能下降 50元 每件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方案的选择 有了前面的 盈亏平衡分析 有了敏感性分析 我们最终选择方案 选择的是 敏感程度小 抗风险能力强 可靠性大的方案 好 看下面 在单项选择题 根据对项目 不同方案的 敏感性分析 投资者 应当选择 什么样的方案 来语实施 好 下面如果盈亏平衡点 盈亏平衡点 应该是相对比较低的 下面如果盈亏平衡点 越低 抗风险能力就越强 好 选择A不对 选择B 前半句正确 承受风险能力弱了 错 应该是 盈亏平衡点比较低 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 选择C 敏感程度大 错 我们选择的是 敏感程度小 抗风险能力强 这样的方案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择D 好 这道题目结束 我们第一天的第三章 1030 也就到此结束 对于这章来讲 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个盈亏平衡分析 一个敏感性分析 基本的思路是 把握核心公式 把握基本思路 只要考场上出题 只有一个结果 两个字 得分 希望大家 在考场上 对于这一部分的分数 应该要拿大手 好 谈刀42 1030 教材经典办的内容 就要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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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